哦 那个 西红柿花双拼 我跟珊珊一样 我还是老样子 红酒山鸡 马赛鱼羹 一份鹅干酱尖鲜咸杯 服务员 我和她一样 汪机长 我给你推荐一款红酒吧 好啊 汪爷 你怎么来了 你不是说今天还有两个行段吗 怎么跑这儿来喝酒了 亲爱的 你都看见了 我这不来个朋友吗 朋友 什么朋友 都是些酒肉朋友吧 我看你是见了美女就走不动路了 上了飞机就不想下来了是吧 你给我出来 出来 不好意思啊 待会我回这就回来了 出来 你走小龙 干什么你 你 师傅 吃口饭吧 祝不 去 这 哎呀 你说 三个人 来 它 让你 یں 我 不要 我都别拔ential我了 凤云一太笨了 你 珊珊 那个女的也是你们空姐 师傅 我可是前用贴后背了 你不饿呀 这都快九点了 你费什么话 你先吃不就完了吗 我才懒得跟你废话 谁吃凉的谁知道 师傅 你不过来的话 可别怪我什么都不给你留啊 我突然杀出个女人的高叫 汪爷你给我出来 然后就是一顿毒打 汪机长也有情人 是他老婆小慧 真的呀 不会吧 他怕老婆 怕不怕不好说 不过他老婆够狠的 我说你今天怎么来了 不八卦一下今晚睡不着吧 都把汪爷的同学都给吓傻了 同学 我算是看透了 结婚记住两点 第一 不要嫁给方坤那样的男人 第二 不要娶巧晖那样的女人 你这个理论 不会也是那个同学教你的吧 哎 小慧伦烟片伤得太严重了 我还以为能在里面炒出两只烤鲁哥来呢 吃饱了啊 去把这涡轮汤清理一遍 嗯 好吃 老豆 啊 怎么了 没什么 好笑 好笑 谁是这个 Howard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刚刚进来的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刚刚进来的 对 对 苏林阿姨在吗 苏林 他不会在我这儿呢 黄叔叔 能不能跟我一起玩啊 黄叔叔 这盆叔叔呢 小方同志 我告诉你 赶快去睡觉 现在又不是往上 我刚刚就去睡觉啊 我错了 不是你要去睡觉 是我要去睡觉 不是那是白天呢 你干吗去睡觉 你 你哪那么多 为什么呀 反正就是我要去睡觉 你看 他也在睡觉 那他为什么也在白天睡觉 喂 不管怎么样 我要你在十分钟之内 把你让我从机场接回来 这个小方同志 给我从我的房间里带走 黄叔叔是不是不喜欢我 不是 他只是困了想睡觉 可是他为什么要再白天睡觉呢 他因为工作已经两夜都没睡了 那我要是因为写作业 晚上没睡觉 是不是也可以白天睡觉呢 石头是小孩子 所以要按时吃饭 按时睡觉 那我中午不能按时吃饭了 为什么呢 今天是星期天 爸爸说让我中午吃面包 可是我从带出来的时候没有带钥匙 好 那中午阿姨请你吃 你想吃什么 反正我就不想吃麦当劳 好 喂 方总 我是舒林 石头从家里出来了 没带钥匙 现在在我宿舍呢 初冲长 我下午有安全检查 您如果有时间的话 能不能帮我带下石头 我网上就去接他 谢谢啊 好 好 王记者 你的脸怎么了 没事 谢谢啊 好吃吗 好吃 舒林阿姨 我妈妈跟你一样也是程务长 你妈妈也穿这样的制服啊 但不一样 是谁呀 妈 你真的不想回去住了 这儿离公司和机场都很近 我住这儿方便一点 你和舒然都长大了 翅膀硬了 妈管不了你们了 妈 你以为我愿意管你啊 谁不想省省心想想轻浮 可哪家的父母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啊 你以为我愿意第三下四的去找你们领导求情啊 你想想 我都快六十岁的人了 还得冒着大热天 跑十多公里到你们领导那去 我 我 我还不都是为了你吗 是不是 现在跟你说什么你都不听了 市长大了 说清了你听不尽 说中了 你 你 你生气离家出走 哎呀妈我没生气 这不算离家出走吧 妈你别哭了啊 这 这你们宿舍啊 老了好 说你还做的面可好好吃了 妈 妈 我正要跟你说呢 石头就住在宿舍对面的干部楼 他今天跑出来忘带钥匙了 你的事我管不了了随你便吧 妈你看你啊 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我跟方坤就是一般的同事关系 谢谢 淑琳我们别说那么多了 今天晚上你必须搬回去 如果不搬回去以后也别回去了 你不是我女儿 她不 fence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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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谢谢大家